我们谈中台湾的女绿集团 有一个人你不能忽略 这个人是王美慧 当时王美慧他参选彰化现场 他对上的是新潮流的卫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谈中台湾的女绿集团 有一个人你不能忽略 这个人是王美慧 当时王美慧他参选彰化现场 他对上的是新潮流的卫民 原先他的选情不被看好 但是卫民谱前彰化现场做了一件事 就是派人去台树公司回厂 因为台树公司 他下面有一个叫做台化厂 那台化厂他当年 他是设在彰化市的边缘区域 那没想到因为经济发展 这个边缘区啊 就是逐渐贴近市中心 那逐渐贴近市中心 然后呢台化厂各位知道 凡是化学厂必然造成污染 必然造成了污染 那这个时候 他就发生了一个现象 就是卫民谱啊 就是新潮流系统的彰化现场 卫民谱啊 他就发动了群众去围场 然后一直跟台化 王文渊他们协调 就是说希望王文渊 签场签到张宾去 就是签到海县去 不要设在彰化市 他说这块地他要收回 各位晓得王文渊 尤其是台 尤其是台数集团富可敌伙 他就跟卫民谱做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就说那我可以签厂 但是土地是我的 我能不能开发运用 那卫民谱就是执意的说 他要回收 那执意回收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蔡英文讲的 就是黑金的问题 他为什么他要执意回收 因为这块土地如果 由彰化县政府把它回收以后 充分利用的话 你卫民谱 他要选彰化县长选个十次 都不成问题 那王文渊的态度是非常的清楚 是我的地 我又有钱 我可以自行开发 但是双方谈不拢 双方谈不拢呢 这个问题就僵在那个地方 那甚至于王文渊 为了这件事 他也找了蔡英文 他就必须要跟蔡英文讲清楚 你不能够 你们的县长不能够直接掠夺 正常企业的土地 因为毕竟他设厂设在那边 将近半个世纪 所以无论如何 王文渊都说他要拿回来 就是不能够任由县政府处理 他说他可以配合县政府 但是他反对接收 因为按照公告县值 就是台湾土地公告县值的三层 那这块地 因为已经是彰化市的市中心 所以非常值钱 那王文渊是不在乎这些钱 他在乎的是开发 但是 卫民股就是不同意 那个时候王文渊就下定决心 就是他要支持国民党的王美会 这是王美会当选的原因 我为什么我要讲这段故事 就是说各位可以知道 你民进党的县市 执政的县市 一旦当选 他们对于企业是欲取欲求 所以从王美会当选以后 他就很耐心的去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 合则双赢 分则两贷 所以王美会算处理的不错 所以他的民调一直都很高 那现在蔡英文 他派了一个就是学霸级的人物 叫做黄秀芳 他要出来参决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蔡英文每一次到彰化浮选 都强调地方的建设 如何又是傻逼 所以我们看 就是无论是许淑华 无论是王美会 他们今天之所以会 会赢过民进党 主要是民进党的作风太过恶劣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按照民进党的执政优势 他是不可能败的 况且彰化他向来是有三线跟海线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彰化北部 几乎都是国民党的票源 彰化南部是民进党的票源 因为北部比较繁荣 比较发达 南部呢 就是几乎都是彰化的农村 因为彰化是台湾的第一股仓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选票的流向 只要王美会能够掌握彰化的北部 然后搞定南部的话 那王美会一定赢 尤其这是防疫期间 王美会算处理的不错 但是我就必须要讲 就是王美会一直申请说 彰化县必须升格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蔡英文为什么不同意 他宁可同意新竹县跟新竹市 要合并回第七都 原因还是私心作祟 因为他知道他在新竹县赢不了 但是他新竹市可以赢的 所以合并以后对民进党有利 那彰化县只要升格的话 对民进党绝对不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王美会他也算是履历集团当中 因为他的态度是非常的低调 所以外面知道他的不多 其实他擒跑基层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各位想想看 彰化县几个选区的立委全部都是民进党 但是王美会为什么会做的那么稳 这个中间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企业真的不喜欢民进党重回彰化县之争 因为一旦重回的话 他们一定会进行抄家 这也就是说王美会为什么在彰化县 做的那么稳的原因之一 有点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